我們把所有社會上面發生的事情 我們就丟給檢警掉 讓他們去處理 其實這個邏輯上是錯的 應該是 人頭帳戶的起訴率大概只有三成 那其實這個原因有非常多 這個不能說都怪司法 這個是目前一個很大的一個漏洞 我跟你說 所有的被害人來找我 他心中只想一件事情 我錢拿不拿的回來 我們把真正該做的事情 我們放錯重點了 結果 儘管會在這邊完全不動作 這是不應該的 而且政府在這一關上面 非常的失職 這會害慘這個國家的人民啦 完全失能了 今天提案我們是非常支持啦 謝謝 所以有參與連署 那 但是我等一下問的問題 可能就比較離題啦 比較不好意思 但是我是 非常支持那個趙偉的這個提案 好 謝謝 謝謝兩位 那 我們先請教 金管會 主要是這樣啦 就是因為這段時間啦 詐欺案件一直暴增嘛 那除了一些福國立民的法案之外 我們也要去思考 把一些對社會傷害比較大的事情 我們要想想看要怎麼去處理 當然所有的這種處理 其實司法本來應該是最末端 行政是前端就要處理 結果我們現在有一點顛倒了 我們把所有社會上面發生的事情 我們就丟給 檢警掉讓他們去處理 其實這個邏輯上是錯的 應該是 第一個 前階段 行政單位要把 該管控的東西管控好 他才會減少後階段司法的負荷 並沒有人會把司法放在最前端去 防堵這些事情的發生 好 那我想說 我上個月有去參加高檢署的那個打炸的研討會 那研討會裡面其實 這些問題大概都是老生常談的啦 我們都知道現在炸雞集團 他有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他這個金流一定要有辦法 他一定要拿到你的錢 他才有這個詐騙的意義 所以呢 他非常的需要一些工具 那這些工具 不外乎就是人頭帳戶啦 電子支付帳戶 個人避傷或第三方支付的帳戶 或者是那個電信的門號 好 那 但是呢 這段時間 我們從這個數據 我現在PowerPoint上面的數據看得出來 其實 這幾年 那個 起訴 人頭帳戶的起訴率大概只有三成 那 其實這個原因有非常多 這個不能說都怪司法 因為當然第一個 行事訴訟制裁嚴格的證據主義 再來就是 其實有很多帳戶 只有人他自己是被害人 所以這個起訴率 高跟低 我不在這個上面去下一個價值的判斷 但是呢 我這邊要提的一個點就是 當我們想到的是第一 第一 第一 第一層的帳戶 那我們有沒有想到第二層跟第三層的帳戶 我覺得這個是目前一個很大的一個漏洞 第一層的帳戶就是被害人把錢 匯過去的那個是第一層的帳戶 但是呢 被害人他錢匯過去之後 這個帳戶會在很快的時間內 馬上轉到第二層或第三層 好 那這個第二層跟第三層帳戶 我請問一下金管會 你們有在管理這個 有在監控這個部分嗎 報委員 這個部分因為是我們銀行局在主政的業務 所以我可能對這個比較不熟悉 可能要 請再 把委員的意見轉給他們 好 那這樣好了 那我也不為難 我就 我提一個東西 我們今天在司法上面 大家處理也都是第一層的帳戶 也就是說被害人把錢匯進去的那個帳戶 但是事實上 幕後的手腦他要拿到這些錢 他會透過這個 從第一層再轉到第二層 轉到第三層 轉了好幾層之後 才會進到 那個 背後的這個操控者他們的 的手中 那這段時間呢 我發現一個狀況就是 第二層跟第三層帳戶 沒有人去管 這個東西其實應該是 金管會要去管的 這個不是 不是那個檢查機關或什麼 他們已經沒有那麼多人力了 所以你們是不是應該要 回過頭去跟檢方要資料 或跟法院去看判決 第二層帳戶跟第三層帳戶 你們是不是要即時 譬如說做圈存的動作 讓被害人可以拿回錢 因為我跟你說 所有的被害人來找我 他心中只想一件事情 我錢拿不拿的回來 至於被告被判刑與否 他說我一點都不在意 我只希望錢拿回來救我這個家庭 結果我們把真正該做的事情 我們放錯重點了 你放在第一層帳戶 那些很多還是被害人 起訴率又很低 結果真正錢喘過去 錢放在第二層第三層 你又不及時的圈存 金管會在這邊完全不動作 那這個你反而讓這些犯罪行為人 都能夠享受到這些犯罪所得 這是不應該的 而且政府在這一關上面 非常的失職 我第一線的假官出身的 我知道二層三層沒有人管 這會害慘這個國家的人民 所以麻煩金管會 你們要注意 而且這個東西一定要有金管會出面 銀行局那邊要求各個銀行 一定要落實去看 這二層三層這個帳戶 因為有非常多二層三層的帳戶 他已經在非常多案件中出現過了 可是還是持續可以用 這真的不應該 而且你在判決裡面看到 有很多帳戶都重複出現 結果沒有人管 好不好 那我 這個是這個 所以我如果你看不懂 我跟你講你看一下剛剛那張圖 他的金流很簡單 被害人錢回到一層 一層再轉到二層 二層再到三層 最後轉到一些虛擬幣或幣商 轉給 因為他 他去中 去那個中心化 到最後轉給 真正幕後的那個人 你根本追不到 結果我們人民的錢 就在這裡面 就一個一個不見了 是 茂委員 是不是我轉給銀行局在跟 好非常重要 那請 呃 看一個禮拜內的夢 先給我一個初步的回覆 好不好 那你再看喔 呃 我們看警示帳戶 從110年到112年 其實我們警示帳戶一直在增加 等於是 每天有75個新的警示帳戶 那 這個是很恐怖的啊 等於是你管理完全失能了 就是因為管理失能 所以今天的犯罪集團 才會這麼囂張 這麼好騙錢 那 導致現在社會上面 民怨就是 詐欺 電信詐欺就是 首要的 好 那 當然啦 我們知道現在你們有要求 銀行要做 做好KYC 但是呢 KYC做沒有太大的用處啊 他在開戶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正常的老百姓 可是事後怎麼去使用 怎麼提供給犯罪集團 這個你追不到 所以 KYC你去做沒有錯 可是你要知道 不是只做KYC 只做KYC沒有 沒有辦法 杜絕這個 這個人頭帳戶的 這個越來越多的人頭帳戶 那其實人頭帳戶我知道啦 管理也不是沒有效果 我知道大家都很努力 所以人頭帳戶從我以前 在當檢察官初期 一本三千塊 到現在一本要二三十萬 這是政府打炸的成果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積極做 因為現在每年新的 出來的人頭帳戶還是一大堆 而且數量一直在往上面增 增加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好 那我給你看一個 你看這是一個判決的 那個判決的副表 他就講得很清楚 有二成跟三成帳戶 結果政府沒有去處理 這很不應該 好不好 麻煩你們要注意這個點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法務部 好 我現在跟你們談的一個東西是 AI的智慧輔助系統 好 當初我們提這個AI的輔助系統 其實我們是希望把一些 重複性跟機械性比較高的工作 我們用AI來去取代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些年 一百一十年的總預算 這預算 這預算 案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已經花了不少錢了 一百一十一年 花了一千一百萬 一千一百多 那 後面一一二年 九百 也就是說我們這些年其實 花費非常多的錢 在AI系統的建置 那我想請問你一下 那現在 效果呢 是委員 因為我是行政執行署署長 那這方面應該是檢察室的 你也是檢察官出身的 對 那只能講說 如果以我行政執行署的角度的話 AI的確是我們法務部的一個重點 那以行政執行署來講 在對這種打炸的話 這種前端的設備 這是檢察官 也感謝那個立法院的支持的 預算跟行政院的波用 但我行政執行署可以用的是 在詐騙集團 只要被查扣的時候 在偵查中檢察官要變賣 不管是泰塔幣啦 或者是其他的 動產的話 我們行政執行署 在第一個時間 就會予以變賣 符合剛才委員所講的 被害人所最關心的 就是外籍到底 能不能要回來 所以我們行政執行署 扮演這個角色 所以我們在AI這邊的話 行政執行署也有加強 不過剛才委員提到的這部分 是不是容我 那個帶回去 那由我們的選擇來跟委員做報告 因為喔 你在檢方也是很尊敬的長官啦 不敢不敢 那 我覺得啦 就是 你也很能了解 你在審理案件的時候 其實被害人在乎的是 錢拿不拿回來 結果我們國家如果 我們運作的模式是讓他拿不回錢 我只是抓到被告 其實這個 這個對 國人沒有意義啊 他的錢還是拿不回來 所以他不會在乎這個 這個點 我覺得我們要打對這個點 那我再跟您說明一下 就是這幾個 有幾個東西再麻煩您回去跟法務部 那個說一下 就是 目前啦 這個AI 我這個AI輔助系統 我在幾場公盯會上面 學者跟專家都抱怨 效果非常的不髒 那我再回去問了一下 那個基層的檢察官 他們跟我的講法是這樣 你看下一頁 簡單的案件 檢察官不想用 困難的案件 現階段的AI的狀況 根本用不了 你像酒駕好了 如果我套用自己習慣的例稿 我十分鐘可以寫完一篇書類 結果我用AI生成出來的例稿 我還要花時間去 看到底對不對 內容還亂七八糟 這就是所有基層檢察官跟我說的 好 那男的呢 你給他 他素材案件 金融案件 他根本辦不了 所以我們到底花那麼多錢 建置這個東西的價值在哪裡 所以 用AI去發展未來 我覺得是對的 但是現階段 現階段是不是實用 可能 你要麻煩你請部裡面 搞清楚這個點 那我們回過頭去看 最後一分鐘 回過頭去看上一頁 我希望 部裡面能夠提出一個 保高 而且我希望一個禮拜內提出啦 因為馬上就520了 好 我們希望的數據是 要符合 那個預設案件 類型的案件數 到底有多少 我希望這個數據 實際採用的案件數有多少 還有成效的滿意度 因為我認為 錢要花在刀口上 這些都是人民 我們繳的那個 稅金 所做出來的預算 好 那最後我希望 就是法務部你們要注意一下 資源的分配啦 其實與其喔 在那邊 敢流行的去搞AI的 這個 書類輔助系統 你不如去思考 檢警資料的交換電子化 以及電子捐證制度 我以前在新北市府的法治局 我都要求無止化 開會全部都是用電子檔案 好 警察能不能夠把他的移送報告 什麼電子檔就能夠 直接給檢察官 給書記官 讓他可以直接引用 來簡化書記官的作業 我想這個 如果現場有實務 第一線的檢察官一聽 他可能會非常感動 終於有人想到這件事了 好不好 再麻煩法務部能夠想一下 還有提升遠端視訊設備啦 就減緩這個 警察解送人犯 還有檢察官 在地監署等移送人犯這件事 你也知道 有時候屏東還要送到台北 警察呢 能力太辛苦了 好 那在這邊就麻煩 能夠向法務部反映這件事 然後一個禮拜給我報告 好 謝謝 好 謝謝委員指教 好 謝謝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很難確保 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症 也因此 越來越多人選擇在生活中 補充益生症 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醫生菌 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專利認證菌竹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太陽星全校 叫克菲爾益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金三角全校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收入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每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